那么这个条约啊 它当时的规定啊 这个所谓的沙皇条约 就是沙捞夜和黄奶酱 实际上就是这个英国人和中国的移民签订的一个条约 说是里头有17个条款 其中有主要的条款就是 对这个中国移民和英国人一样 说他们啃荒啃出来的土地 拥有999年的权利 大家知道英国这个国家 包括香港也是这样 民意上是实行土地国有制的 所有的土地属于英王所有 但是使用权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而且使用权是几乎是没有期限的 永久的使用权 而且这个使用权是可以交易 实际上就是所有权了 如果这个使用权是可以交易的 别人也拿不走 而且是也没有什么期限 那就等于是你的了 他就把英国这个制度拿下来 说这个华人在那里肯的土地有999年之权利 然后说20年以后才开始征税 前面20年是免税的 征税了以后 每英某纳权银一脚 说如果这个政府 所谓王家就是布鲤克了 布鲤克家族如果需要这个土地 必须照十价 估买 你不能强制拆迁 那是行不通的 这英国人还是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然后说 吴农有往来自由 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设立公司 商业自由 购买枪械自由 航行自由 租权利 然后还有一条说 你们华人到这里以后 不用纳人投税 不用服公益 没有当兵的义务 凡是那个比较小的民事案件 说这个港主有自治之权 港主就是黄奈商 华人是可以自治的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改名叫新福州 由王家通告各国邮政 以便通信 就打开了和世界的联系 成为一个对外开放 用今天的说法 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前缘阵地 然后孙中山知道了以后 曾经说这个条约是当时中国人 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这么一来就来了很多中国人 而且这些中国人到了这里以后 逐渐逐渐就变得非常善于自治 我到15以后 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中国有一个叫做成龙的人 然后就开始说 说中国人跟那个西方人不一样 说西方人喜欢自由 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 中国人天生就是希望有一个皇帝管着他们 如果没有皇帝管着中国人就过不好 这个话后来我说 我去看了事物以后 我就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事物给人的感觉啊 就是一个完全是华人自治的城市 其实事物不是第一个 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这些移民啊 真的是很早就懂得自治 因为中国政府和英国不一样 他中国的那些移民是没有政府为后站的 中国对这个海外移民是持一种非常排斥的态度 他们认为你跑到海外就是不尊王话 就是叛国 那个是要把你抓回来的 而且中国的很多华侨在外面 跟那个比如说跟西方人发生冲突 这个清朝是支持西方人的 他们把这个叫做帮助我评判 那个最明显的是那个菲律宾华人和西班牙发生冲突了以后 就是那个蔡迁事件 然后蔡迁当然本来就是清朝的一个叛逆了 是属于那个海盗 什么叫做海盗呢 就是中国搞那种海上管制 然后你做买卖的人都是用中国的说法叫非法走私 那你非法走私官府要镇压 那你就要自卫 所以那些人都是亦商亦盗 是吧 就都是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明代的倭寇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的 就是因为搞那个海境搞出来的 那么蔡迁也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他就在中国远海站不住脚了以后就跑到那个吕宋去了 就是那个西班牙 这个时候 那个西班牙人 当时的中国人把他们叫做红毛帆 然后也打到了西班牙 然后那个就跟蔡迁发生了矛盾 就清朝高兴得很 说是红毛帆帮我们来搅海盗 然后那个青史 你看看现在的青史 吕宋传里面还有一条 说那个吕宋 他这里头讲的吕宋实际上指的是西班牙殖民政府 说的是那个吕宋 驻搅海盗 蔡迁有功 朝廷还给了他们很多奖励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中国 不是他们的后凳 那么他们到那里了以后 也是自治的 从明代开始 加里曼丹岛上就有一个 现在加里曼丹的第二大城市吧 叫做坤甸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听说过 有一个广东潮州人叫做罗芳伯 在那里搞了一个南方大种制 据说就是一个海外华人的共和国 然后这个在斯部这个地方 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去看了以后 包括古境 包括那个古境 当然那个马来人稍微多一点 斯部当时是一个几乎纯华人的城市 几乎没有马来人 古境华人也是占多数 这些城市都有个很重要的景观 叫做有一个庙 有一个很大的祭祀中心 就是这个宝塔所在的那个地方 叫做大伯公庙 什么叫做大伯公呢 实际上就是组长 就是那个家族的组长 实际上就是移民的头领 然后你看看那个城市 这里我还要讲 这个东马的城市和西马 有很大的不同 西马很多城市 尽管是华人的城市 比如说我前面提到 像马六甲啊 槟榔鱼啊 华人都是占多数的 但是那个联邦政府管得挺厉害的 是吧 而且起码有很多马来人嘛 所以一切都是马来人本位的 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 那位女士说 她在槟榔鱼看到那个华人的首席部长 都颤颤颈颈的 反正说话很低调 什么什么 而且马来西亚因为它有石油 经济搞得也不错 它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给马来人提供了很多福利 当然了 那些福利对华人就很糟糕 比如说 那个马来人是有那个国民教育 是完全免费的 一直到高中都是免费的 但是不包括华校 那个华校是完全是要自己掏钱的 当然了 自己掏钱 允许你办就不错了 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允许你办的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典型的就是越南 那是绝对不许办的 那红色高棉那更是 那就要把华人灭绝了 那不是什么云不云训的 办学校的问题了 它有 它政府提供的福利比较高 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多 但是东马就不一样 东马因为马来人很少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 马来本位的体制 它照顾的是马来人 东马因为马来人少嘛 所以它就没什么照顾 它政府提供的服务很小 但是同时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少 所以你在那个东马的城市那里 你会发现所有的公共设施 都是民办的 而且你到了那里 不管是这条街 还是那个公园 还是学校 还是医院 不是某某中心会盖的 就是某某同乡会盖的 要么就是某某企业家盖的 总是叫什么黄奶昌中学 什么某某中学 还有什么它那里的公园 都是什么 莆田公园 新化公园 就是那移民的主基地 都是他们那些同乡会 在那里搞的 你看这个 而且这些城市啊 当然了 东马人口本来就比较少 经济总量也不大 可是这几个城市 其实都是搞的 都是马来西亚的 经济上的明星城市 而且这些人 在他们那里搞的这个经营啊 我觉得很有点像 福建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很有点像温州 他们是真的是很会 那个抓住商机 比如说在古镜和那个 石部这些地方 现在的主导产业 当然原来他们都是种胡椒的了 现在他们的主导产业就是造船 但是你想想 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地方 尤其是东马来西亚 这么一个原来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说要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的造船 重镇也很困难 那他们就找了一个市场的缺口 专门造什么船呢 专门造特种船只 就什么救火船啊 救护船啊 什么港口供给船啊 专门造那个灯位不大的 而且很难大批量生产 一般的那个大船厂都看不上的 但是那个市场上还是挺需要的 这种厂 这个在石部这个地方就很多 而且都挺赚钱 据说这个特种船市场 他们就占到了一大半的份额 甚至连中国都有进口 他们的那个什么救火船啊 什么什么 这一类的船的 你看到的这个 比如说这里 很多东西都写的什么 临市中情会 什么农西会馆 什么什么这个会馆 那个会馆 传是这些这一套东西 而且很早就有那个华人的议会 在那里进行治理 不过当然华人也有个毛病 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中情会啊 同乡会啊 经常有那种各种各样的矛盾 以前还有泄斗发生的 那总的来讲 我觉得治理是很不错的 而且海外华人的这种方式啊 其实使我相信 老实说真的要说是 在一个不依赖强势政府居民进行自我管理 这个华人的在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不下于任何人 甚至我觉得都不下于英国人 这么一来就在东马制造了一个 一个不太和西马一样的地方 我们到了东马以后 他们那些人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错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巫统的天堂 什么叫做巫统呢 那就是马来国民阵线 马来西亚的执政党 大家知道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的党 挺欺负华人的 但是那个党在东马是没有的 因为东马是高度自治的嘛 大马实行一国两制 沙拉越这些地方是高度自治的 这个地方也成了中国版图以外 我认为是最纯粹的华人社会 因为老实说 如果你说香港是个华人社会 但是那个英国长期是英国治理的 英国味道是很浓的 至于新加坡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里我要讲啊 西方列强统治下的东南亚社会 应该说对华人是 你说有没有欺负呢 肯定是有是吧 尤其是西方刚刚开始殖民 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是把华人当做对手的 因为华人也是移民嘛 是吧 等于是而且比他们来得早 那么他们当时是以华人为对手的 但是后来 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啊 实际上他们对华人是 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以外 他们对华人是没有特别的歧视的 讲的简单点就是 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 在英国人看来那都是他的书名 英国人在华人和马来人中间 并没有忧情后友的 不只是英国 包括西班牙这些地方都是这样 他们是把华人和当地人是同等看待的 当然你说殖民者有没有特权呢 当然有了 那是他们自己的那些英国的人 而且因为华人能干 所以他们实际上对华人是还是比较倚重的 尤其是在一些没有多大资源的国家 尤其是菲律宾是一个典型 其实东马也有这样的现象 菲律宾呢 他和拉美不一样 拉美有金银 有咖啡什么什么 那个是西班牙直接就可以从那里赚很多的钱 可是菲律宾是个没什么资源的地方 他就是有农业 那菲律宾 那个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以后 他靠什么得力呢 其实菲律宾本身他得不了什么力 他就利用菲律宾的华人作为中介 搞那个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 是吧 等于就是接住华人开拓中国市场 然后赚了大量的钱 然后这个菲律宾华人就成了西班牙人 能够经营菲律宾的很重要的助手 其实那个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在英国在西方 包括荷兰人在印尼 包括西班牙人在菲律宾 后来是美国人在菲律宾 那个时候除了中祖国的那个政治统治以外 他们没有受到别的歧视 而且那个时代的华人的文化呀 什么什么都是非常发达的 你看看当时那些华人城市 到处都是中国制 你到了那个地方就跟中国内地是差不多的 当然也有些洋文 但是那个主要通行的就是汉字 学校都是中文 学校传媒都是中文传媒 甚至大学都是中文的 像新加坡的南洋大学 大家知道很早就是个有名的海外华人大学 可是这些国家一旦独立华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甚至由华人来统治的新加坡都是这样 大家知道李光耀是完全彻底的西化的人 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用的是西方人 法律也是西方的 什么都是西方的 而且样样都是传盘英化 除了不民主以外 而且老实说他不民主 也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样 是要抵制西方的什么什么 其实我后面就要提到 新加坡之所以有威权政治 主要并不是对付自由主义的 主要是对付马共的 而且我后面就要提到 李光耀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蒋介石 因为他的经历和蒋介石几乎一样 原来也搞过类似于国共合作这样的东西 李光耀本人就是一个左派 他的人民行动党 当时就是一个 类似于那个1927年以前的国民党 那样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里头的很多积极人士都是马共成员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马共势力做大了 然后搞了一场那个南洋版的412政变 然后就把那个马共给镇压下去了 所以你就会理解新加坡 为什么和台湾有非常特殊的关系 新加坡是亚洲最反共的国家 而且也是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而且新加坡和台湾一直有着密切的军事上的关系 新加坡所有的军队都是由台湾训练的 前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那个什么装甲车事件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李光耀除了反共以外 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就是传盘英化 在英国统治时期 这个新加坡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城市 因为他本身人口75%都是华人 大处都是中文 那个时候南洋大学什么等等等等 但是李光耀上台以后就采取一个政策 就是他规定四种官方语言 就是那个华文 马来文 泰米尔文和英语 都是平等的 但是官方语言就是英语 也就是说 英国是地语言 其他的都是非正式语言 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李光耀时代实行的是传盘英化政策 英化到了什么地步呢 英化到了 你到了新加坡 你会觉得看到的人好像都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话中国字什么 在那里完全陌生 大概只有牛车水有中文存在 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新加坡最早的华人的聚集区 是吧 类似于唐人街那样很小的一块地方 那块地方是由流来做旅游的 还可以看到什么华人的那个什么 什么电号啊 字号啊什么 其他的一点都没有 那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那个 NSU所在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铁叫金文泰站 而且大学全部都是华人 但是你这个金文泰站的几个字中文字你是见不到的 见到的只是那个英文 然后到了国立大学的那个校园里头 所有的路牌啊 公告啊什么什么 无一不是英文 根本就见不到一个汉字 你在路上不看见那些中华人的学生老师 向他问话 你要是用中文问没有人理你的 是吧 你都必须用英文搞到这种程度 新加坡的华校在李光耀时期 已经被押的几乎就没有了 非常有名的南洋大学 这个中文大学被李光耀取缔了 然后那个新加坡在英字时期 有几十种华文的传媒 结果到了李光耀时期 只留下一种就是那个联合报 联合早报 其他的都变成英文的了 就这么一个人 你说他怎么叫做儒家资本主义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什么地方有儒家资本主义 大概就是东马的这些城市有 因为这些城市的确是搞的是资本主义 但是你说他不是同乡会 就是中卿会 那听起来就非常之儒家 这个地方他当时是和西马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 马来人在那里基本上是没有势力的 第二 英国也没有统治那个地方 尽管布里克是一个英国人 但是他并不是代表英国政府的 他也不是英国殖民地 但是二战就把这个情况给打破了 大家知道二战日本人在占领西马的同时 也占领了东马 那么布里克家族就流亡了 流亡以后到了战后 布里克家族就把主权交还给英国了 经过了二战 他自己知道 他是在现代的国际政治中 他是搞不定这个地方的 所以二战以后 北加里曼丹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快就独立了 所以他当殖民地的历史 不过只有几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布里克把那个主权交还给英国以后 英国开始统治这个地方 那么当时英国就考虑在那个战后 怎么进行非殖民化 当时非殖民化是大势所趋 但是英国是有几个原则的 第一他不希望殖民地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而共产党当时势力就开始兴起 这个势力和抗战有关 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抗战期间 马来人是不抗日的 但是华人是抗日的 那么华人抗日当然 实事求是的讲 那个共产党还是打仗 还是有一套 也有这个动员能力 马共原来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在抗战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他也是在存华人中有活动的 但是在抗战期间 马共领导了那个马来亚的抗日武装 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或者叫民抗军吧 后来的马共武装的那个军歌 就是当时那个民抗军的那个军歌 在太平洋战争中啊 因为大家都对付日本嘛 都是盟友 所以英国也是支持的 英国还专门在民抗军中 派了军事顾问 就是帮助他们 甚至给他们提供一些武器 后来那个英军打回马来亚以后 还给那个马来亚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 陈平给受了勋 因为他也是抗日有功嘛 那么这么一来 当然就是马共就开始崛起了 但是崛起以后就有个问题 马共仍然是要搞革命的 而且马共很快就投入了 反殖民主义斗争 这个反殖民主义斗争中 马共当然这个还是属于那个最激进的一派 就是属于主张用暴力革命获得独立的 马来人也是要求独立的 但是马来人要求独立的方式和那个甘地啊 尼和鲁啊 有点类似 都是要先自治 要用和平的方式 马共就很极端 后来就是发现那个马共的武装还在活动 本来抗战以后就要求马共就复原了 打过日本人了嘛 你不能 现在日本人走了 你再反过来打英国人 那他们不干的 要求复原 但是呢 后来就发现马共的武装并没有真正的复原 而且后来连续发生了几次那个马共武装 用他们的话讲叫恐怖分子了 袭击那个英国什么橡胶园啊什么 那样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那个马共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过了一年多以后就宣布马共是非法的 然后马共就卷入那个和英国人对抗的那种状态 那么当时这个46年以后 这个世界各国都开始进入冷战状态 当时这个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防止这个新独立的这个国家 变成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那么他就要求这个国家有比较强大的能力 有能够有能够自我生存 可是这个北加里曼丹这样的地方 自我生存好像是挺困难的 因为这个地方国人本来就没什么实力 我前面讲过 本来就是他也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或者说刚刚当英国的殖民地才几天 你现在就想办法让他独立了 那么这个马来人又没有多少 而那个华人呢 华人很多都是共产党 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放心交给他们 那个达雅人一般人 虽然人很多 但是那些人好像是在政治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都是一些那种丛林民主 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让他们和那个马来东马和西马合并 成立一个大马 就是那个所谓的马来西亚 那么这个主张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反对 这个反对的首先当然是东马的人普遍是不太愿意的 实事求是的讲 东马的人如果你说要接受英国的管制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让他们接受马来人的管制 他们当然是不干 那么共产党当然就不说了 就是非共产党的华人 普遍也不是很赞成这个事 那么外部就更不赞成 大家知道因为他是冷战的产物嘛 所以那个共产党的国家当然肯定是不赞成了 那中国是坚决反对的 他的周边的邻国也都是反对的 印尼是反对的 因为大家知道加里曼丹岛的大部分是印尼的 印尼认为北加里曼丹也应该是他的 而且那个文莱苏丹国 他原来是文莱苏丹国吗 文莱人和印尼人要比和马来人更接近 他们认为文莱人本来就是印尼人 唯一的区别就是 当时的印尼是荷兰人的殖民地 但是北加里曼丹属于英国人的势力 那你英国现在也已经非殖民化了 你都要走了吗 那你走了你就应该把它交还给我嘛 菲律宾也是坚决反对的 因为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地区 我前面讲过历史上那个穆斯林化 也涉及到了菲律宾的南部 大家知道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 包括那个绵安老岛啊 往摩洛民族阵线啊 经常发生那种恐怖事件 最近还在那个叫做 阿拉维吧 造成一场非常大的一场 一场冲突 棉兰老地区 这个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当时也是属于文莱 苏与苏丹国的 因此他们认为菲律宾南部就是文莱苏丹国 文莱苏丹国因此也应该归菲律宾 而且大家知道 其实文莱如果说跟印尼比较 就从人种来讲 文莱人从大的角度讲 他们都是马来人 包括菲律宾人都是 那个讲塔嘎路语的 菲律宾的主要语言 什么塔嘎路语啊 米沙烟语啊 其实也都是从大的范围来讲 都是马来语 认真讲的话 文莱讲的那个话和印尼话比较接近 和塔嘎路语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不敢怎么说嘛 都是马来人 而且也都是 原来都是文莱苏丹国的一部分 既然那个菲律宾南部是菲律宾的 那么菲律宾就认为 北加里曼丹也应该是他的 直到现在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早就就国土问题达成了协议 是吧 印尼也一样 但是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仍然坚持 说那个沙巴应该是他们的 在前几年 还刚发生了一次 那个菲律宾南部的那些穆斯林极端主义者 从那个棉兰拉岛打到沙巴 造成了一场流血事件 在那里好像是要攻城掠地 然后被那个马来西亚当局出兵剿灭 当时马来西亚就要求菲律宾配合 菲律宾当时已经承认 北加里曼丹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了 但是菲律宾当局对南部的穆斯林 本身就有点鞭长莫及 所以也就实际上帮不了他们多少忙 但是在那个时候 菲律宾是坚决反对大马计划的 所以这个大马计划当时推出了以后 你可以说是矛盾挺多的 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才开始承认这个大马 我们在文革期间的地图 你看都是这样的 中国地图上 马来亚归马来亚 北加里曼丹归北加里曼丹 当时中国的地图上并不是一个国家 尽管那个时候马来西亚已经成立了十几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立国之初的大马可以说是内外受敌 很多矛盾都集中在那里 马来半岛的共产革命 当时要夺取政权 东马有分离的倾向 印尼菲律宾对北加里曼丹也有企图 更重要的是冷战时代形成的地缘政治 使得西马东马分别出现了 马来亚共产党和北加里曼丹 共产党领导的那个暴力革命浪潮 而新加坡就陷入了 我前面提到的南洋版的国共斗争 当时这个这几种矛盾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当时敌对的很厉害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敌对 当然是有争夺北加里曼丹的因素 因为大家都认 双方都认为北加里曼丹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当时的印尼共的势力非常大有关的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那个苏加诺政权是非常亲共的政权 当时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印尼共当时的那个势力非常之大 所以后来会发生930事件和这个是有关的 印尼共当时不仅在政府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在军队内部都有很多那个共产党的军官 马来西亚当时的马共和那个北加共啊 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势力 和中国苏联的支持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和印尼有关 因为当时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是直接接壤的 尤其是和北加里曼丹 那就是加里曼丹岛就是一个岛嘛 何况加里曼丹岛本身是热带雨林地区 它的人口很少 地方很大 边界基本上是话不清楚的 那一大片森林密密麻麻 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地方 你根本边界不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而且当时印尼在加里曼丹岛的驻军 就是所谓的九十四旅 那个旅长就是一个印尼共的 就是共产党 所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武装 当时都是在印尼受训的